记者于赵福新北报道,针对原能会统一台电公司核二厂二号机在启动申请案,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今天晚间发表声明坚决反对核二厂二号机重启或再转。 北海岸反核行动联盟执行长郭庆林表示,2016年5月16日核二厂二号机刚完成大修,金原能会审核同意重启发电箱壁雷器却在并联35分钟后发生爆炸事故,因而停机至今600多天之后,台电已避免缺电危机为由。 今年2月5日提出再启动申请,原能会已于今天完成审查通过。 一,距离金山市中心约3公里的核二厂,也面临着山脚断层和大屯火山群的威胁,以地质和人口条件来说,那里本来就不该新建核电厂的,而运转30几年的核二厂,这几年大小问题不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使无前例的毛顶罗栓断裂。 以浴缸曲线理论来说,核二厂已进入老就衰败齐了,面对风险管理,尽早听一步运转才是明智的选择。 二,核二厂二号机的那次发电箱壁雷器在并联35分钟后发生爆炸事故,居然是在大修后晶圆能会审核同意。 重启之下并连35分钟就发生,又是世界首例,而且在第一时间,台电仍然隐瞒内幕。 消息被国昌委员揭露时,却说不严重,那只是高温挤压不散爆炸,与何为零的我们很难去相信。 晶圆能会审核同意能保证什么,又或者台电真的会并持资讯公开原则。 三,面对能源发展和管理,我们不要掉入非核及煤的陷阱。 日本311事件7周年了,回顾日本福岛县海滨的福岛第一核电厂,原定于2011年的3月24日停机。 除役却在除役前爆发了东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致使一系列设备损毁, 卢星融毁,辐射释放等核能灾害事件,为全球自1986年车诺比核电厂事故以来最严重的核能事故也是第二起在国际核事件分级表中被评为第七最严重等级的核电厂事故。 因此北海岸乡亲决不愿如福岛居民离乡五百里,坚决反对核二厂二号机重启或再转。